這VB的寫法就是AND等於的地方 其實實際上是這樣子 是等於什麼呢 它本身然後呢 空一個AND這樣子 那這兩個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上面的這種AND等於的話呢 是單位的新 新給的這種乘數的方式 就是旧的叫VB 如果你在VB6裡面寫這樣子 它可能不接受 不是不接受 沒有這種寫法 那以前是這樣的寫法 這個本身在AND後面它加進來的東西 兩種方式我想你們都可以去參照的看 這兩種方式在VB6裡面一定是這樣寫的 不可能寫成這樣子 好了之後的話我們就回圈 也是一樣 那回圈的跑跑其實就是 它往下 往下 找到這裡之後的話 再往下一次兩次三次 三次之後就跳出來了 所以 這個裡面的話就會有值 你會發現這個Label底下就會有值 那有值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往下 往下之後 然後特別注意喔 它有一個redeam preserve 就是說呢 我剛剛已經給了三個字 我現在要重新宣告 讓它重新再宣告為四個 那你會想 老師那為什麼這個地方宣告成0到2 可是這裡為什麼是一個字而已 那到底哪一種才是正確呢 實際上其實我們習慣上 正確應該是0到2 這個應該寫成0到4才對 可是為了寫程式能夠比較簡便一點 其實你宣告成4就等於0到4的意思 所以我們習慣通常都會直接給它一個數字就好了 那上面也就是說上面你如果把它改成這樣子 也是ok的 也是可以的喔 所以說 你這地方不一定說一定要 只有一種的寫法 那這邊的話我們再 後面的redeam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加上給它值 那你會發現同樣的方式 你把游標移動到上面之後 它總共有五個位 總共有五個空間 那五個空間通通都放 應該放的東西了有沒有 然後再往下 往下之後就顯示一樣把它upster 把它輸出去 輸出去之後就看到結果了 有沒有就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們看到的這種方式的話 其實就是畫面上看到的部分 那等一下你們特別注意就是說 等一下先開啟這個網站 這個如果我先把它關閉 等一下你們就開啟這個網站 特別注意喔是先開啟網站 然後找到把你的官碟裡面 這個範圍網站裡面 把它call到桌面 或者你的隨身碟 找到三支三的部分 按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呢 就試著開啟這個檔案 default.aspx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就直接執行 然後去撰寫你的這個程式 試試看 把畫面盤給各位一下 打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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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啟